如果你們有網購的習慣,但又不看我這條影片的話 你可能隨時無緣無故不見了幾個水 還要無仇報 大家好,歡迎 今次開場片段報了,我真的很生氣 不行,讓我拍影片丟丟丟丟的 大家好,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網店去坤人錢的最新方法 無本生理 被人騙的人還要很難報仇 他只會感覺到天天無故抽走幾個水 人人都可以做到的,這個坤人的方法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跟大家介紹? 沒錯 因為小弟又糟糕了 我又被人關了錢 這還要是同一間 上次那間,阿爺第三間 我以為我不再去買他的東西,不再看他的店舖就一定沒事了 誰知道他可以自己找上門 但是這次被他騙得來,你又不可以不佩服他的智慧 在跟大家說這個這麼充滿智慧的詐騙之前 就跟大家說一下不是詐騙的ShashRVPN 這次的優惠有點不同 ShashRVPN在全球六十五個國家有超過三千二百個伺服 每一個都是用軍規加密的 你還可以用ShashRVPN去看全球不同地區的Netflix 例如你連到加拿大地區的話,你就可以重溫蜘蛛口了 他沒有手機的連接上限,即是如果你買了一個帳戶 你就可以拿來派街坊了 現在買了特別優惠,除了本身有1-7折外 因為他正在做Black Friday week的提供 所以他原本會送的三個月就變成送四個月 照舊了,都是30日的無條件退款期 在這30日中,如果你不喜歡的話可以隨時退掉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Description box的連結看看 好了,我們可以回到廣渣片了 話說有一天我在街,順豐哥哥打來跟我說 你有兩件豆腐送過來,所以我心裡買了一件東西 因為我上網買東西真的不算多 所以上網買了些什麼,我是多清楚 多清楚,我很想清楚 過多一會我就收到花生的Message Message裡面就是,你有兩件貨,我幫你還給 因為花生的好心,他知道有時候上網買東西 是趕著要拍的,所以他幫我先給了 總之我先說了一句Thank you,然後就沒有一件事 我一回到門後就看到那兩件貨 一件是百多元,這是遲些問你服不服 跟大家在網上看到的廣告產品 買回來跟大家開箱看看它是否有的東西 第二件,成為299 我一看到他心想,這麼熟口臉 就是上次阿爺第三件的包裝紙 然後我看看他的寄件人的地址,跟上次一樣 但問題就來了 我沒有再在那裡買過衣服 他的名字是寫著增生的電話,也寫我的電話號碼 我想想一定是寄給我的啦 錢都給了,這樣就唯有硬吃,不然可以怎樣 但我一直都不開他 原因就是我還覺得自己可以找到那間店鋪 他這裏有個類似公司電話號碼的東西 我打他的時候當然沒人聽 我還打算去上次的IPPost 我還第一次服那個IPPost 我打算找他在公司,然後看看我能否聯絡到他們 一找,連Post也DQ了 我又不是很敢剷上門 雖然倉庫是很接近的 但我覺得不會找到任何負責人 我只會找到紋身大隻人 所以我就真的沒去 299元,硬碰紋身大隻佬,不太值得 但都會生氣的嘛 我跟Joyce說的時候,他一聽到就馬上跟我說 錢都給了,不如先開它吧 那我心想,如果拆到出來 我平時買的衣服的Style,那我就六七 這樣分分鐘就會有這個,其實是我自己買的 不過就跟他說,是在網店有人 硬硬塞給我付錢的嫌疑嘛,你明白嗎? 可愛的JoyJoy當然不會這樣想啦 不過我會 那他都沒有令我失望 一開出來 是那些阿叔穿去打Golf那些PoloShot 還要是配色夾拆,即是有些螢光鉗 這個是阿叔都不會買的阿叔款 你看做過這樣的螢光嶺口 就是為了什麼呢? 那些人遠距離見到,你以為你是公有又不知道是不是 那我就馬上輸一口氣了 其實都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純粹是29格收了兩件垃圾 另一件是這樣的,都是不會穿的 有沒有人要交收? Give away 然後我就心想,他真的寄衣過來給我就已經偷笑了 因為如果他寄衣過來,我都要鑑生給他賺了300元 然後花生就跟我說 如果他真的寄衣過來,又真的被你找到他 他那些就是商業詐騙 高得入的 如果他寄衣過來,你找到他 那些叫寄錯 他是正當生意 我那時候是立刻想 難道是花生找我來試驗? 說一下,他怎會 他不會為了三口水搞那麼多事 他聽到馬上開門了 其實是我 其實是我 立刻整個運作模式,他的腦袋爆了出來 他大量把舊有的客戶地址記下來 然後每個人都發封道府過去 他有一個人收就已經分一分鐘有賺了 很容易的 你的朋友還會幫你 然後如果是公司的話更容易 公司一天不知網購多少東西 通常的東西一來到,都會有一個人一夜先付 這樣就很厲害了 還要競省 299元 他不騙你多 因為多,那些人不會代比 你自己也會很小心看什麼事 299元這個絕對是可以不用先付 又或者是幫朋友先付的數目 因為1500元你不會這樣 1500元都會說 都是等他回來的 就連順風佬都會幫他打工 還要打完都不知道 這次就分享到這裡 我知道大家應該會有些人留言 恭喜我給同一間餐廳兩次 但我出這條影片是想跟大家說 記得看清楚份件才好收 才好付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樣的被困經歷 如果有的話,麻煩苦主揮揮手 又或者有沒有人被更新奇的方法騙過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這兩件衣服有沒有人要? 唉,這次就到這裡 逢星期一、星期四的影片 最近因為快要搬Studio 所以出片時可能會有點混亂 真是不好意思 但會盡量出的 記得訂閱我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分享這條影片給你很喜歡網購的朋友看 讓它不太容易搬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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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